我们一定要去影响别人 但是不能强制别人 所以我不用说服力 我非常反对说服力 你凭什么去说服人家 我不主张用影响力 你凭什么去影响人家 我喜欢用参考力 我做了 你稍参考了 你觉得好 那是你的事 你觉得不好意思 你的事 其实跟我无关 人不要去改变别人 太霸道 人不要强烈去主张什么 你没有这个资格 我们该做的 我们做了 别人有眼睛他会看 他觉得这不错 他当做参考 他做出他的一套就够了 这就叫叫化 这就叫叫化 就是教到对方 没有感觉到你在训他 你影响到他 没有感觉到他好像 是你的跟班的一样 那就不好 所以当有人说 我就像你学习的 你一定要说 哪里 你自己悟到了 你不要把功劳 加给我 我这个 他就很轻松 对啊 没有当时我告诉你 你有今天吗 那算什么呢 不要求功劳 不要求回报 你只做你应该做的事而已 这才是合乎意经的道理